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Hindy 區律部, 又是我 槍王 今集我想跟大家介紹這對YG Acoustics 美國頂級喇叭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的影片, 我已經介紹過YG的其他型號 包括最入門的Carmel 2, 中價位的Hailey 2.2 還有, 區律部剛開始時, 有一對Sandra 2.3 一對頂級喇叭 我用文字在Hindy 討論區分享了 不過, 之前我的分享, 著重在我的聽感方面 反而, 今次我想跟大家分享這對喇叭的專利技術 為何會這麼漂亮的聲音, 因為漂亮的聲音真的有原因 所以, 今次就詳細和你講解 YG Acoustics 為何會這麼漂亮的聲音 當然, 亦都最重要的一件事, 很多人都想知道 Vantage 和Hailey 2.2 兩對喇叭的樣子, 這麼像樣子 究竟它們有什麼分別, 除了價錢之外 那就不說那麼多, 我們去片吧 YG Acoustics 這間公司在2002年已經成立了 而他們的掌陀人 Dave 就在2017年加入了這間美國頂級喇叭公司 成為了他們首席的執行官 YG Acoustics 可以在這十幾年裡 成功建立出這個世界級的喇叭製造商 其實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擁有很多項的專利技術 首先要介紹當然是他們的 CarbonNet Technology 由最先進的 CNC 車床做出一個超級硬的鋁合金的箱體 而這個箱體就是用了這個技術提升它最強的光線 以及減少一個不必要的震動 在音箱裡面就是用了一種技術 叫做 Focusing Elimination 的技術 它可以精確消除共振 而不會造成失真 在鋁箱裡面 就不會有一些普遍你們會看到的吸音物料 去減低能量的流失 這樣就可以擁有到一個最快速的反應時間 第三項就是他們最引以為傲的 Build-A-Core 技術 上集YG 的評論 其實已經介紹過他們的中低音 或者是中音或者低音的單元 都是用一塊鋁合金去慢慢拌出來 而這樣做 一定不會有彎曲或者變形 防止物料的疲勞發生 而它的好處當然就是超級硬正 無論你在多大音壓都不會有失真問題 講完 Build-A-Core 技術之後 我們當然要講到Forge Coil 技術 之前說的 Build-A-Core 技術 應用於中音或者低音的單元 而Forge Coil 技術 應用於高音的單元 他們又是用CNC 的車床 自己去做一種高音的單元的磁體 以及共振腔的結構 因此可以大大減低失真問題 講完高音、中音和低音技術之後 我們就講解分音器 而這也是我最喜歡他們的技術 一個叫做 Dual Coherent 技術 用自己寫的程式去設計出 上位失真近乎0 頻率響應也極為平順的分音器 講到分音器的技術 他們做了一個叫做 Total Air 技術 就是主力針對高頻的訊號干擾 而Forge Coil 就是用CNC 的車床 去車一個鋁合金的框架給低音的電筋 這樣就可以減少鞋震和提升準確度 以上講的所有YGA 專利技術 全部都會應用在 Vantage 主角的喇叭身上 雖然 Vantage 的高音單元 沒有用到 Build&Dom 技術 但你們都不要小看它這個C網高音 Karmel 2 和它都用了一隻 由丹麥的單元大廠 Scan Speed 提供的 而 YG 再加上它之前講的獨家技術 大幅改良 所以它這個C網高音 都比其它一般的C網高音更加誘惑 伸延是可以去到很盡的 一口氣我介紹完 YG 這麼多樣的專利技術 是時候先聽兩首歌 聽完歌回來之後 我再講一下我對這對 Vantage 的聽感 以及最重要的是 Vantage 和 Hailey 2.2 的分別是什麼 入榮 Fiches 他有一個猶豫 就算了 兜場 一口氣 喇叭身 文字 第3ots 好,聽完歌回來了,我都介紹剛才聽歌的器材 黑膠系統我都是用Lottenham Analog 的唱盤 再加上唱盤也是用Sumiko Palosantos 旗艦的唱盤 再加上Karen Acoustis PH1 唱放 再加上Lagra HD-Pi和 HD-Power 推一對Vantage 喇叭 而這對Vantage 喇叭我只是用了原裝釘腳 有很多想玩YG的玩家 其實他們都問YG究竟有多少個模特兒 我現在初步去介紹一下 以我所知,因為它可能有新模特兒 香港沒有進入,或者香港進入了 然後馬上賣了,我看都沒見過 最便宜的是KARMEL 2 KARMEL 2 在上個影片已經介紹過 它有一個賣街價十多萬 16.8萬的賣街價 這對YG的KARMEL 2 其實它作為一個入門的喇叭 在香港的環境 尤其是住新樓的玩家 是很適合的 因為喇叭的深度很淺 所以在擺位方面 大家就不需要這樣頭痛 但是它再上一個 就是今次的主角就是Vantage 今次的Vantage 它的深度就令到有些玩家會很頭痛 因為它的深度有54cm 即是接近2呎的深度 所以如果你那個環境 是可能只有18呎 前後長只有8呎、9呎 你去玩Vantage的話 多多少少的確會有一種壓迫感 但是你如果這樣的距離的話 玩KARMEL 2 我覺得是一流 當然有很多人都會問 其實這對Vantage KARMEL 2 你就說賣16萬8 Vantage 賣多少錢 Vantage 我這次很早就告訴你 我現在就告訴你賣多少錢 Vantage 現在賣23萬8 可能價錢是相差7萬元 如果家裏真的可以放得下Vantage 我建議大家就玩Vantage 因為Vantage 它是三路三單元 而且它的低音 始終多多低音 它的風滿度、能量感、整個音場的穩定性 其實很明顯是贏了KARMEL 2 所以在Vantage 來說 如果你玩Vantage 的話 那個聆聽環境 我建議大約是200呎 至300呎 這些尺寸 是很適合的 如果你說只有100呎 或者150呎 我建議可以選擇KARMEL 2 我覺得KARMEL 2已經很足夠 這個環境 當然都是那一句 擺到的話 一定是這裡 很多人都會想知道 Vantage 和Hailey 2.2 外觀因為太相似 但究竟它們有什麼分別呢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表 這個表是我專門做出來 告訴你究竟它們的分別是什麼 我們看看這個圖表 我明顯看到第一件事就是高音 在Vantage 方面 是使用Forge Coil 而Hailey 2.2 是使用Builded Dorm 一個金屬支架 Y字那一隻 除了高音之外 我們看看中音和低音 在Vantage 方面 中低音明顯都會小一點 如果在單元的尺寸來說 大家可以想像到兩對喇叭 聲音的分野都很大 尤其是在穩定度、亮感、高頻的伸延 都會明顯Hailey 2.2 會高班很多下 不過一分前一分貨 Vantage 相對上便會值得多 看完單元之後 我們看看它的三圍 在高度上 Hailey 2.2 是會比Vantage 高10cm 但在闊度和深度都差不多 最後我們看看重量 兩對喇叭的重量都差不多 因為尺寸也是差不多 分別只差4kg 記住 以下看到的數字 是一隻計 換言之 每一隻都是100多磅 最後我講完我的聽感 這對Vantage 在俱樂部 我都玩了一段時間 我發覺這對Vantage 是YG Acoustis 我玩過這麼多對喇叭 是最容易推的 可能是它的三路設計 始終三路設計 它是比Carmel 2 是在低音方面 因為Carmel 2 那一陣低音 它不是出不了 但是你要有差不多的力量 去餵它 它就可以出到差不多的低音 反而Vantage 是不需要太大火速 它就已經可以出到 一個滿意的亮感出來 所以我才會說 Vantage 是最容易玩得好聲 就是YG喇叭 如果大家都想聽一下 Vantage 表現是怎樣 或是想嘗試用Lagra 的Integrate Amp 去推它 或者是用New Prime 去推它 用DAD去推它 我這裡有這麼多部Amp 你記得打給我 接著我會接駁好相機 接著你上來聽歌 今集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 HiAndy YouTube channel 頻道的話 快點訂閱 分享給朋友 按鈴鐺 還有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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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先按鈴鐺 好嗎 那就分享到這裡了 拜拜 好嗎 請你回答 打擲 請你回答